其實康義福的延伸還蠻多的 我就大概舉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裡面就是說 在數學函數裡面的產線人員之和 那你可以發現 我要查的是什麼 產線1、產線2、產線3 那我要把這邊的工資全部都把它加在這邊 OK 那當然這邊可能你又 就是如果加總的話 不是算數量 如果假設產線人員的數量好了 不是資和 我們是產線人員數量好了 如果是數量的話你用count if 但是如果資和的話你就用sum if 如果假設我把它改成叫 到底有幾個 幾個 OK 那你不可能說用眼睛看吧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 然後填上六個 對 但如果以後啦 這邊幾萬個人你怎麼看 慢慢在那邊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算它的數量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count if 當問題 count if會有個問題 count if的話是你必須整個都是要是產線 範圍在這裡 OK 然後幾個嘛 幾個的話 條件是什麼 條件你不可能說我下一個產線1吧 有沒有 我要查什麼 以後產線2、產線3怎麼辦 所以你假設你說老師 那我輸入個產線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會查得到嗎 產線 有沒有 你會發現結果是零 找不到 但你不可能說我產線1 產線1的話應該是有啦 三個吧 可是2、3、4 2、3怎麼辦 找不到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假設 你們如果說後面的字不管是什麼的話 有一個萬用字緣 就是叫星號 OK 有沒有發現 我加一個星號 星號的話意思是說 不管前面 不管後面是什麼字 我只要有那個字出現的話 那我就加一個星號 它就會出現了 特別注意喔 加一個星號表示說 不管產線 只要你這個開頭是產線 所以你星號也可以加在前面 所以一般會這樣 星號 不管前面是什麼 也不管後面 反正只要它那個儲存格裡面 有產線這個字 那就幫我算有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得到是6個 有沒有 按確定 結果就OK了 星號就OK了 那其實除了星號之外 記得好像還有用問號的 有沒有 你用問號各位 問號也可以 有沒有 產線問號 也是6個 那你說有什麼差別呢 跟各位講喔 問號指的就是說 你有一個字 就是一個問號 OK 那如果說 你假設 產線後面有很多個字的話 那你記得要用星號 星號的話也就是說 後面可能有 產線11 產線12 產線13 這種有沒有 那你就不能用問號 為什麼 因為問號只代表一個字 就是1到10可以啦 但是11、12、13就不行了 那這個時候一定要用星號 星號是不管一個字 不管兩個字 甚至三個字都可以 比如110 那三個字 OK 那所以這個地方可以加個星號就完成了 產線的數量有幾個 總共有6個人 OK 那假如說啦 我假設不是要數量 我要資核 比如說產線人員資核 資核改成剛剛那個資 資核的話就是它的總計啦 那總計怎麼總計 特別注意喔 這個時候就不能用count if 而要用什麼呢 用sum if sum if的話就不是統計了 而是我印象中應該它的 這個應該在數學裡面 就是數學的運算 sum s開頭 有一個叫sum if sum 就是加總這個的下面 sum的下面 sum if的話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變成跟count if 有一個最大不一樣 就是多一個參數 叫sum range 也就是說你的條件在這裡 這個範圍 如果這個範圍裡面有什麼呢 有產線星號的 所以這個一樣嘛 你就打一個產線星號 然後就幫我加總的範圍 加總範圍是公知 意思就是說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就幫我把它加在一起 有沒有 所以條件在A欄 加總在C欄 那這樣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幫你加好了 也就是說它會幫你把這個4 所以加這個 這個加這個 再加這個 有沒有 只要是產線的公知 那就幫你全部加總在這邊了 OK 就是又延伸多一個啦 叫做sum if OK 好啦 所以這邊重點就是說 以後記得喔 如果你要找什麼樣的關鍵字的話 你可以在條件裡面加星號 這個蠻重要的 那這個是延伸說明一下啦 我就覺得這個可以變化出還蠻多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希望做出一個查詢系統的話 其實sum if 加星號是辦得到的喔 OK 這個延伸性請各位自己再去思考看看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回到剛剛的那個範例喔 那我們做完之後嘛 所以 如果錄製如果假設沒有錯誤的話 理論上應該會有兩個聚集 一個聚集是清除 一個聚集是執行之後的結果 最後請你把這兩個按鈕修改好了 我們不要把它刪掉 直接按右鍵 直接把它修改 指定聚集 把這個按鈕換成什麼 黑名單篩選聚集好了 複製一下 然後按確定 把這上面的名稱把它做個改變 改成叫黑名單篩選聚集好了 這個就改了 然後這邊按右鍵重新指定聚集 改成叫清除好了 這邊就是清除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希望把原來兩個按鈕 換成我們剛剛錄製的這兩個名稱就好了 那最後呢你就把它run一下啦 今天的作業應該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 然後這樣子 OK有沒有就完成了 好 應該還蠻run 不過錄製聚集這很重要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 慢慢會錄製的 而且會加註解了 然後呢也可以run的 我覺得你至少已經跨進那個 Excel VBA的基本上第一步就是對的啦 那再來的話就慢慢學會怎麼樣 會自己寫 你說老師我錄這麼多 已經大概就知道它的步驟啦 還有那個物件啦 如果我自己寫 我不要錄的 我拿以前的來改位 可以啊 或者說我假設要簡化那個流程 程式不要這麼多 我可不可以改一個比較精簡的版本 當然可以啊 只是比較難而已啦 可是如果你假設這麼難 你也可以跨過去的話 那表示你夠專業啦 OK 其實職場上 如果你要薪資高的 一定是相對的 大部分還是以那個專業度來衡量 你夠夠專業 有沒有 你會不會 能不能馬上解決問題 OK 如果不行 那當然你的薪水少是正常的 你什麼都不會 基本上就是一個小白嘛 OK 那怎麼可能會 就像說 呃 就是 你的能力只能拿香蕉的話 對不對 那你自然給你香蕉的薪水 但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獅子的話 當然就給你獅子的薪水了吧 對 OK 所以有的時候 其實現在常在討論說 為什麼很多工作要的很多 但最後是給香蕉 那當然只能找到猴子嘛 可能連猴子都很厭 因為現在猴子可能不吃這種比較差的香蕉 還會挑 自然而然就不會找到員工嘛 所以前一陣子好像一直有那個什麼 呃 觀光業好像一直都在說缺人 其實後來發現其實並不是缺 他是缺便宜的人 就是薪資要的不多 但是他希望要加班能加班 然後要做什麼事都義無反顧的 太難了吧 OK 所以其實要怎麼找一個平衡點 我覺得你們自己也可以值得思考一下 用什麼方式 然後可以 呃 又有專業 然後工作的內容你又喜歡 然後你的薪水也不至於太差 然後你又可以選擇你自己工作的 最好能夠挑時間、挑地點 哇 這樣太棒了 但問題就是說如果你要選擇權 前提可能還是你夠不夠專業 你累積的東西夠不夠多 如果你都有 那當然自然你是可以選擇 你要不要這個工作 而不是工作來選擇你 OK 選擇權可能在於你自己 OK 好 所以最後這邊把它做完 那不過做完之後 馬上就有同學會感覺到 有一個地方可以再更好 因為其實陳氏說真的 做完之後馬上就會開始發生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按一下黑名單篩選的時候 有沒有 它好像會出現有一個這個殘影的問題 有沒有發現 那當然這個殘影其實說真的 其實它不影響整個操作 可是如果你假設有這個殘影 你就覺得說感覺就是不太OK 就感覺好像這個城市是不是有壞掉的跡象 感覺好像不夠專業 所以如果遇到這種問題 你希望能夠讓它更流暢一點 然後不要有殘影的話 接下來就可以再做一個事情 什麼事情 黑名單篩選這個地方 這個清楚就不加 因為清楚只有兩行 不過其實清楚這個甚至可以把它改成一行 點選擇跟選擇 其實可以把它delete掉 你就直接寫colors 其實甚至A冒號A也可以啦 直接A就好了嘛 就是A藍把它清掉就好了 所以其實兩行甚至可以把它改成一行 這樣不就清掉了 OK 那另外解決剛剛那個問題 什麼問題 如果我不希望它這邊按下篩選的時候 會有殘影的問題 那我應該如何解決 如何解決 那這個當然你要去思考說 到底這個殘影是怎麼造成的 殘影為什麼會出現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應該是在這裡 原充應該是因為你切換畫面過去了 然後你最後要把它切回來 有沒有 你必須切過去切回來 那你切過去的時候呢 他在這邊輸入公式 當你輸入公式的時候 他一直往下的時候 那你就已經把它切回來 所以他還沒做完 結果你又把它切過來 所以會造成有點像什麼 他互相在搶那個資源 所以其實理論應該是這個地方 你切回來 那要怎麼樣讓他避免這個問題發生呢 OK 那其實這個部分你們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個先完成 那我們等一下再看怎麼樣完成 另外這個程式寫完之後 如果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希望不要有那個殘影問題 第二個的話就是 當然寫完之後 你一定還會想要更精進 所以你就想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有個方法就是 我可不可以不要用錄製的 我自己寫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可是你比較難 那如果自己寫的話 應該怎麼寫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部分先練習一下 好 待會我們再來看 好 待會我們再來看